你先吧 我不講了 你就講 首先對基因改造 我想先提出一個概念 基因按照達爾文的演化論 基因是不斷地在變化 所以我們必須先了解一個概念 基因會變化是正常的 但是我們要想到一個叫做共存的概念 我們現在這個人類 是這個基因的結構 我們共存的環境的基因 它有一個共存 就是和平共存的一個結構在那個地方 換句話說呢 所謂的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在概念上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了解說 基因本來就會改造 但是如果不是自然的改造 而是人工加強的改造 也就是說 不是經過長時間的演化的改造 是人工加強的改造 這個基因改造是產生的物品 不管它是食物 或者是一個生物 或者是一個植物 它基本上跟我們這個人 就不是屬於這種共榮的狀態 共存的狀態之下 這就是為什麼基因改造食品 會對我們人 身體產生一些障礙一樣 那什麼叫做毒 什麼叫做補 其實對我們身體會產生 負面的就是毒 會產生補充的就是補 那基因改造食品它還是食品 它對我們人應該是補充能量的 但是也許它的基因結構 跟我們這個人不共融 所以它會產生危險性 那我們士卿呢 在他讀碩士班的時候呢 就提出一個重要的研究 基因改造食品會自癌 可是因為那時候他是學生 他的聲音呢 沒有受到重視 那現在很開心 很高興的一件事情 他現在是一個 市議員的身份 市議員當選人的身份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在這個面向呢 幫助我們台灣人吃得更健康 活得更健康 生活得更健康 好的 謝謝你 謝謝